6月2日早晨在华布广场西阁 有路人发现老四川餐馆的店门被砸 老四川东主胡晓军告诉记者 这是他开业十年以来第四次被人砸开大门偷盗 让他自己在这个卡布尔上面 所以他就怕他就把这个电脑箱拿出来在旁边拿着钱 200块我们有200块的这个币用金嘛 在营乡里面 200块的币用金 所以你看嘛 全部烂了嘛 他们往广场都不去收你 所以他们就拿着鞋头来打破嘛 耶 就从这里捡嘛 你看嘛 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嘛 今日早上 美亚公司又被发现店门被砸 店主不愿透露财产的损失情况 但据知情人透露 损失可能有上千美元 这已是连续三天 华布地区发生的第三起砸门偷盗事件 我觉得华布商场 华布广场这个地方 有很多商家 但是华布商联呢现在 在它有这么一个协会 基本上都是以房东为主的 并不是以这个租客为主的 所以像我在 Chinatown Square 我有租一个店面做这个书店 有很多商家做这个商店啊 做饭馆啊 但是都没有发言权 在整个这个华布广场的治理啊 管理上面都没有发言权 所以希望华布商联能够听取我们 能多来听一听我们商家的意见 看看我们怎么能够把华布广场这个地方 让职业搞得更好 然后生意搞得更好 每一个人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一定要报警 我们中国人很少报警 那么这个在市政府的report的记录就很少 就以后我们这里很安全 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还有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注意 知道吗 像平时这个要求安放行不应该让他们进来 对 还有我们这个华布广场的security 要really work 他们都 我认为他们没有尽力去做这件事情 比如你看 你看 举个简单例子 像我们今天早上 他五点 五点钟接接刚才讲 他们五点钟交班 五点钟和另外一个人交班 交班的时候 他问这个人有什么事情发生 这个人说没有 nothing 他说都很好 他还来关这个门 但是我的camera 我的电脑现在是三点半发生的事情 那么就说明三点半到五点钟间 这个security根本就没有 没有转去的 你五点钟才交班嘛 你三点半你的security来哪里啊 对 所以他夜间也有人 对不对啊 你应该不停在这里 你广场里面嘛 你不停这样给人家村来打玻璃啊 偷东西啊 那你广场受什么管理费呢 对 没有人吗 对 没有人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